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昨天发生黎克特制7.2级地震 至今造成10人死,1,067人受伤 另外有660人被困,38人失联 重灾区花莲的善后工作还进行着 不少灾民入住收容中心 或者国安寺去到市内旅馆免费暂住 钟卓熙在花莲报道 在地震当中严重倾斜的天皇星大楼 一日之后被之前更加倾側 当局除了用土石稳定地基 亦都出动挖掘机清理责物 要等检方完成调查 最快星期五才可以拆除 为了确保在场人事的安全 救援人员在天皇星大楼外面几十米 拉起了封锁线 记者只能够在这个区域那里采访和拍摄 远住民陈女士独居在大楼五年 她说地震之前出去回去早班 最终避鬼一劫 她在现场守候 希望大楼解封 拿回妈妈的遗物 她获安排暂时住在安治中心 星期五将会在这里度过她六十岁生日 忍耐一下下 很快就过来 明天我会更好 我会更努力 为了生存 我一定把自己弄得更好 因为那么多年独立的生活 我会一直努力 努力下去 在收容中心里面提供 各种食物给Joyman医肚 例如有热的控肉饭 在旁边就有首饶的奶茶和红茶 有些甜品 有餐厅就送来龙虾便当 连素食者的需要都照顾了 花莲市长也都到收容中心 了解Joyman的需要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能够尽量的跟他们安慰他们的心灵 他们其实一直想要回去拿东西 但我有跟他们讲现在非常危险 你要回去拿东西 那收救队员也在里面会造成更多的一些问题跟麻烦存在 他又说当地有旅馆被Joyman免费入住三天 市政府已经转介了至少八十多人作为临时安置 无线电视机就在钟卓熙在花莲报导 台湾由昨天开始发生最少三百多次余震 气象部门预料余震会持续几个月去到半年 而强震发生一刻的惊险画面陆续曝光 行车记录而映倒星期三七点二级地震发生过震 桑花公路的情况 看到路面的私家车突然后退 无奈就有多块巨石由山上滚到公路 击中其中一架私家车 但仍然有巨石跌到路面 而太路角的行山径 来阵之后路面被土石研迷 沿路的扶手都被压毁 走几步就见到垫在路边的大石 被困的行山人士尝试找方法下山 强震中也有暖心时刻 台北市艰铲后护理中心的初生BB房内 地震发生时多架BB手推车左摇右房 几个护士上前扶着手推床避免BB受伤 气象部门早前预测 地震之后三到四日 仍然有可能出现6.5级到7级规模的遗震 而截至星期四早早 全台已经发生300多次遗震 其中100宗有明显性感 由气象专家说 1999年规模达到7.3级的921地震发生之后 就有万多次遗震 游气象专家提醒 遗震的规模虽然有减少趋势 但风险仍然比较高 中北部山区灾害风险较高 呼吁民众近期不要进行登山、露营等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宾报道 本港入境处说 接获34名在台港人求助 全部人身住安全地方 台湾发生地震后 有旅客继续出发到台湾旅游 有保险界代表就提醒 就算买了旅游保险 保障范围都不包括地震事故 台湾发生大地震 有市民选择避开灾区继续台湾的行程 多半前往高雄 台北和台中的航班也预期起飞 不过保险业界提醒 即使在地震之前已经买好旅游保险 部分范围会不受保 出发之前已经知道你的目的地 是有这个大型的自然天灾 而你继续选择出发的话 跟这个自然天灾相关的保障 就或者不能得到赔偿 有些旅游人士说 我都照出发了 不过我怕 所以我现在买旅游保险 如果已经发生了地震的话 其实这个天灾已经形成了 如果现在买旅游保险 相关地震和天灾相关的保障 是不会再有生效的 如果想取消行程 航班、酒店等的损失 又能不能够赔偿呢 刘佩宁说如果出发前7天内 目的地发生地震 大部分旅游保险都会受保 但是商隔座远一点就未必 市民要仔细查阅条款 而改动机票 航空公司都有不同的安排 例如是国际航空 容许旅客免费更改月底前 往返台北、台中和高雄的机票 不至于六月底出发 旗下的香港费运 亦都可以豁免往返相关目的地的 改期或者改地点手足费 但是需要在原定出发期的 两个礼拜内完成旅程 香港航空就豁免 今个月13日或之前 往返台北机票的手足费 但是需要不迟于27日出发 旅行社的退团安排也各有不同 中环游取消今个月的花年旅行团 旅客可以简算团或者全数退款 其他台湾团预期出发 如果客人有担心 我去着情处理 母线电视记者 侄愿明报道 港铁全湾线尖沙咀站 附近路轨出现裂缝 港铁已经临时加固 等今晚收车之后再更换那段路轨 列车洗经的时候 暂时要慢洗 全湾线整体行车时间 需要额外3至5分钟 尖沙咀站住近路为部长 为抗补行车安全 使经轨路轨的车需要减速 这逢位于佐敦站至尖沙咀站的路轨 上午8点发现之后 在尖沙咀站有工作人员抢收 多分人进入隧道管道调查 荃湾线早上维持大约2至10分钟一班 全线整体行车时间 一度需要额外多15至20分钟 途途未未都顶了很久 在那边顶,我在岛后的岭 50分钟到这儿 人多的,因为我腿筒有两三个站 才有位置坐的 人家让我坐的 才有位置坐 不然也挺辛苦的 我也没碰到主车的时候 我感觉我来回坐了好几趟 感觉速度都可以 到接近中午 港铁话工程人员 已经利用临时加固组件 锁紧涉事的路轨 确保行车安全 会一直密切监察情况 安排夜晚收车之后 更换那段路轨 为了审慎起见 列车之前驶过这段路轨都要减速 去到下午 再有港铁职员来到月团 检查一下列车系统的状况 曾任港铁的立法会议员张欣宇说 更换路轨一般需要几个小时 夜间收车之后才能进行 幸好今次在公众假期发生 没有影响上班上学 市区线都出现过有相当次数 当然不是说可能一两个月一次 可能几年都会有一宗 除了定期会有路轨的人员 定期去巡路轨用肉眼去看路轨的情况 定期都会有一些工程车 它本身有超声波去掃路轨 所以这个判断究竟是已经看到迹象 还是说它真的很突然 金属材料都有一定的机会 金属皮的话那些 真的自己突然之间断开 对于早前有建议港铁凌晨 收车时间再缩短 配合推动夜经济 方便旅客过境 张印瑜赞成在节日实施 但如果变成行常安排 会大大影响维修保养 带来安全风险 武士电视记者叶小华报导 卡塔尔航空货运 一班由香港去多哈的货机 起飞后无奈 怀疑偏离航道 飞近大澳附近的山边 之后修正飞行路线继续行程 假波音777货机 编号QR8421 下午大约2点半 在赤立角机场 向珠江口方向起飞 根据飞行记录网站 货机离开跑道后 转向南面 怀疑偏离航道 靠近二澳和分流一带上空 当时飞行高度大约15米 据了解 控制塔曾经要求货机 确定离场路线无误 之后也查询偏离航道的原因 货机机士其后致歉 怀疑是起飞之前 没有输入飞行路线 去到飞机的电脑系统中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报道 南丫岛六周发生山火 有27人一度被困 美国财长耶伦展开访华行程 预计他此行将会围绕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产能过剩等议题 新能领域产能过剩等议题 有27人一度被困 最终全部获救 无人受伤 由南区海宜半岛望过去 南丫岛中部东面对开的 绿洲山头露出龙烟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多次来回 投摘水弹救火 水警和消防船也到场协助 南丫岛上有消防车戒备 警方近中午接获多人报案 陆洲发生山火有27人被困 有目击市民说事发时农烟密报 我们在索古湾上船 在索古湾上船 见到个个都看 有很多人在那里拍 但是又见到很大烟 火都见到涌上去 火的范围都挺阔的 有南丫岛的居民说 陆洲村一带有不少山份 每逢清明节都会有人来掃墓 消防在大约一个半钟头之后 将火救息并救出所有被困人士 无人受伤 分别由水警轮送到香港仔 以及自己搭船离开 调查之后相信火警无可疑 无线电视记者曾出刊报道 今天是清明节 不少市民去送牧拜祭先人 有市民说今年祭品价钱 比去年贵两度三成 鑽石山坟墙 一朝来拜山的人乐意不绝 有孝子言孙大鼻鲜花祭品 拜祭先人 当局也设置多个化宝炉 方便市民焚烧敏强 有市民为了向先人表达敬意 用了过千元买制品 衣、鞋、金银、什么都有 买了六个人的份量 都要过千了 以往大约都是600多元 800元而已 但今年真的加了价所有的东西 今年只买鸡、烧肉都300元 另外那些补俗都贵了 在柴湾前往歌连神角 灵灰安治所的行人路 沿途架起铁马 使用扶手电梯的人流 也几乎无间断 华人永远坟墙一带的道路封闭 方便市民步行前往 在粉岭也有不少人前往和合石坟墙 的士站都排长路 当局说和合石一带的泊车位数目有限 呼吁离宿武的市民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清明驾 市民除了拜祭 亦都趁机会团聚 我们都打算留港消费 我们会回到茶楼 我们会喝茶 我已经订了两围台 今天大家这么陈人 通常都会坐在一起 聊一聊天 行话家常 西九龙高铁站 亦都有不少乘客回内地制造 今天正日 城天 我们父亲 stunning 城山 使用讽略 也不得睡 站干 是 香下远一个 你现在高铁踏上去 踏上去多久了? 四个小时 以前有没有这个桂 要去广州南 Develop 有市民就说 搭高铁即日 coupe 比较方便 五纯电视记者 本港出现第一宗感染猴包诊病毒病例 一个男人被野生猴子襲击后感染 目前仍是危态 有传染病专家说被猴子咬伤或抓伤 免该尽快洗伤口求医并服用预防药物 在城门郊野公园 整个山头都聚满猴子 不时和行山人士撞口撞面 亦有人近距离对猴子拍照 部分的郊野设施 例如这个烧烤墙更加被猴子占领 有市民和家人来烧烤都说要防范下 看着看会不会请我们来吃 如果把物件全部放入桶 它们就会红一些 好像认得红白蓝胶袋 可以重拾这些买东胶袋就一定抢你了 金山郊野公园是另一个猴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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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里的梁瓶上面有两只 它们都很近的 看来都很有趣 完全不怕人 看来都很有趣 但又未至于黏着你 平时我走过就拿一支棍子 因为它们看到棍子 驱赶到它们都会跑的 渔户处呼吁市民切物位置野生猴子 以及避免在它们面前进食 和尽量和它们保持距离 渔户处提醒市民 如果遇到猴子的时候应该保持冷静 和尽量避免和它们四目交投 以免它们觉得被挑衅 一个37岁的男人2月下旬 在金山郊野公园接触野生猴子 被襲击受伤 感染猴抛诊病毒 是本港第一宗的病例 有传染病专家就说 若被猴子的体液浅中点磨 都有机会感染病毒 但当病毒进入到中枢神经系统的时候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病征 例如经常纷纷欲碎 很累 头痛 不离精神 食欲不振 等等 手脚无力 和手脚麻痹 严重的 甚至乎可能有一些 我们说的手脚的抽搐 当你真是这么不幸 被猴子襲击到的时候 你应该尽快用一些碘液 肥造液 或者含有边的消毒液 去清洗伤后 例如我们说在72小时之内 服用这些预防的药物 有助减低了B病毒的可能性 他说B病毒的潜伏期一般是5至21日 最长5个星期 致命率可以高达8成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转体下 美国财长耶伦抵达广州 展开一年6日访华行程 预计他此行 将会围绕中国在新能源领域 产能过剩等议题 美国财长耶伦时隔大约9个月再次访华 77岁的耶伦 今次是第二度以财长身份访华 美国财政部说 他在广州期间将会会誤 广东省省长王伟忠 以及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并在星期六转往北京 会誤国务院总理李强 财长蓝佛安 又文银行行长潘弓胜等官员 他星期三在阿拉斯加州短暂停留 耶伦说此行可以视为延续 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2022年11月在印尼巴里会面之后 一直进行和深发的对话 而两国领导人去年在加州 同意将会继续定期保持联系 又说双方将会讨论反洗黑钱 打击非法金融等的议题 耶伦上个月说 中国政府过去支持钢铁和铝等的产业 已经导致严重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这样虽然促进中国生产和就业 但是促使其他地区工业萎缩 如今太阳能、电动车和锂电池等的行业 亦都出现产能过剩 令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感到忧虑 据报耶伦今次行程的关键 将会围绕中国在新能源领域 产能过剩的问题 耶伦说不排除采取额外措施 保护美国减净能源产业 有美国财政部官员透露 他今次将会厘清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经济影响 中方早前就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妥善处理分歧 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向前发展 毛线市记者何英桥报道 北约外长继续在比利时开会 讨论对污援助等议题 余会官员举行仪式 慶祝组织成立75周年 俄罗斯就说和北约的关系 已经变造直接对抗 北约星期四在比利时报路塞尔 慶祝组织成立75周年 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 以及各个成员国外长 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英国外相卡梅伦等都有出席 斯托尔·腾贝格说 欧洲和北美互相需要对方 以确保安全 他又和比利时外相拉比布一起切蛋糕 正直北约外长连续第二日开会 讨论一项为期五年的对污军活计划 总值折合超过8000亿港元 斯托尔·腾贝格星期三说 盟国已经同意推进计划 又说重要的是减少依赖成员国 对乌克兰致愿的短期援助 转为增加北约层面的长期承诺 比乌军能够更好地制定战场方案 同时向俄罗斯释出信号 拖延战士是无法随得胜利 7月的北约峰会 将会就提案作出最终决定 乌克兰外长赴列巴促成北约 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 另一方面 北约成员国星期四 也会和日本、南韩、新西兰和澳洲等 亚太国家外长开会 讨论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的密切合作 对全球秩序的挑战 1949年成立的北约 全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最初有12个成员国 之后逐步扩原至到32个 包括在俄乌战事爆发之后加入的芬兰和瑞典 组织核心理念是集体防御 即是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 都会被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 不过至今只是应用过一次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说 俄罗斯和北约关系正在恶化 但是俄方无意和北约国家发生冲突 他又警告北约对俄罗斯安全的任何威胁 都将得到回应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道 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在陕西参加清明公祭牵园皇帝典礼 他说希望借此表达对传统中华文化尊重敬祖的众事 清明公祭牵园皇帝典礼 在陕西皇陵院皇帝陵举行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和国台办主任宋徒 一起敬献花篮并且三鞠躬 再聆听祭文 港澳被依厚土 一国两制和中共计 宝岛心细根主 两岸一统历史必然 近欲难行欲险 虽千万人不足乌 道不变、字不改 破九重为必达之巅 这是马英九第一次亲身制拜皇帝典 过去他曾陆到在台湾参加姚祭皇帝典礼 马英九说他亲自来到这里 希望借此表达台湾人对传统中华文化尊重敬祖的重视 亦都被更多人了解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和平两岸双赢共荣 同胞一体允职绝终 为我这次亲济宣援皇帝典做个助教 马英九率领台湾青年结束广东三日参访之后 星期二夜晚抵达险西西安 预计在险西停留四日 除了参观巡使皇帝宁博物馆、法门寺、大慈欣寺 险西历史博物馆以及西安国家版本馆 亦都将每参访至维农业示范园等 并且前往马桓池和马桓墓尋根 无线电视记者曹佳穎报导 在北京清明绿色制塑成为失选择 市民用鲜花代替指前香烛 或者用水溶制制方式寄托埃斯 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导 北京的百宝山革命公务占地405畝 是已故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等的灵源 每年清明之前后有不少市民来制塑 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革命 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 他们一生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贡献了自己 所以我想高位在天之灵 也要告诉他我们现在的生活 现场设有鲜花捐花销售点 可以购买小花篮、花条 也有共享的轮椅、雨傘 数码就可以免费使用 为了提倡绿色环保的制塑方式 公务也免费提供鲜花 希望可以代替纸钱、香烛 还可以水溶制制方式 将施念写在水溶纸上 放入水中溶化、传递埃斯 我觉得这个方式挺新颖的 而且也能寄托我们的情怀、深思 我写的是对我的父母 他们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我们的水溶纸也是采用一种 食品级的木材制成 溶于水中没有污染 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倡导 引导我们家属进行一个绿色文明 环保的制造形式 白宝山革命公务说 在今年清明节前后五个拜祭高峰日 会采取人员和车厢预约方式入园 可以电话和网上预约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张敏恩报道 内地一年三日的清明假期 今天开始有不少民众出行 交通运输部门预计 假期第一日全国高速公路总流量 会达到6000万架次 直到星期六五夜 小型车可以免费行驶高速公路 铁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铁路 会接载1750万人次 不加开过千班列车 而早前受到花莲地震影响的 东南沿海地区列车就已经回复正常 来巴黎奥运开幕不够四个月 五浙江议乌的批发市场 近期收到大量和奥运有关的商品订单 浙江议乌国际商贸城 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中心 巴黎奥运将在7月26日开幕 商贸城内不少生产品都充满负责 法国特色 包括这款法国国旗配色的打气棒 近期很受欢迎 前些天就订了100箱 比方这一款 还有这种参销的产品 也是订了100箱 现在只能做正常的排单 都是延期的 因为现在太忙了 根本没有办法做鸡蛋 游商贸说奥运这类综合赛事 是托展客源的好机会 去年下半年以来 已经接到几十张和奥运相关的订单 客户来自法国、西班牙等国家 又说欧洲国家的体育气氛比较好 预计之后会有很多回头客 另外根据二污海关统计 今年头两个月 二污对法国的出口额有5亿4千万元人民币 按年升四成二 而体育用品出口额也按年升七成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宾报道 晨周十七号航天员近日在太空站 完成脑电测试实验 目的是研究太空环境对大脑的影响 晨十七成早在太空站的驻留任务 来到尾星 近日就进行了载轨脑电测试实验 过程中 航天员会进入正式状态 被科研人员採集一段平稳状态的数据 根据脑电採集的数据 判断航天员家努力负荷的状态 最大的发挥人在太空中的作用 由晨十一成早开始 航天员已经参与这项研究 先后进行了几十次载轨脑电测试 现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任务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宾报道 这节《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垃圾征费8月实施之后 要用政府的指定垃圾袋扔垃圾 但原来有屋院是用按重量收费 不用用指定垃圾袋 沙田居屋渝翠苑有中央垃圾收集系统 每个楼层的住户将一袋袋垃圾扔入垃圾槽 经管道就可以直落到底 经压缩跌落欧斗 再运到垃圾转运站 叶维会说垃圾征费实施之后 住户是否用指定垃圾袋 他们难以知道 最终获当局批准 可以同用相同系统的科学员 和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一样 在垃圾转运站按重量计算入习费 不需要用指定垃圾袋 回来的时候界定是商业的就可以 我们住宅的一定是不行 都不可以用压缩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是这样做 亲自约见环保处处长 向他讲解我们这套系统的东西 让他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这套 讲解了给他之后 他都觉得OK 所以我们有那个电邮来回答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用 业委会早前咨询业主 五成半都赞成 由业户摊分入集费 预计每月每户多付38元 不用用指定垃圾袋 不少住户都不介意给多些管理费 我们就建议是在管理费那里 一次过就不要逐个逐户去买 我买菜有个胶袋给我 我就是用那个来做垃圾袋 以后我的垃圾袋 就是买菜的袋就浪费了 马湾大型私人屋卷柏荔栏 也可以使用按重收费 环保署解释 垃圾征费有按袋收费 和按重收费两种 如果楼宇用私营收集箱 以非压缩型垃圾车收集垃圾 例如使用勾斗 就可以按重收费 但一般以工商下为主 住宅处所较少 而使用食环柱垃圾车 以及一般压缩型垃圾车的处所 就必须按袋收费 无线电视记者 林豪杰报导 今天是儿童节 有主题乐园的义工队 去到香港儿童医院 张欢乐和小星 带给长期和病魔博斗的小朋友 为他们打气 笑一笑能医百病 触不住这下神龙摆尾 揽下泡泡龙 会不会收获更多快乐呢 冰雪聪明的白雪公主 都有不识的难题 还有小小魔法师 绯绯摸棚大开魔咒 这群小朋友 是香港儿童医院的病人 小小已经是 和病魔搏斗的小战士 有本地主题乐园的义工队 趁儿童节 来到医院的病人资源中心 举行复活节奇趣嘉年说 大约30个家庭报名参加 部分已经出院 偶尝回复诊 亦有部分仍然接受治疗 义工队去年 亦曾经到医院 举办圣诞派对 其实有些小朋友 我们可能在儿童医院 见到他们 下一次就在乐园 会见到他们 见到他们在乐园 很开心地玩 我们做到的 就是在他们的过程中 带给他们欢乐 和一些力量 让他们继续面对 他们的挑战和困难 袁峰说大部分儿童病人 是患重症和罕有病 要长期接受治疗 会恢复这类疫情前的支援 因为开心是医生开不了的药 开心可以存储 能量可以存储 所以其实是会好得快些 我想 存了一些开心 取了一些正能量 其实他们是会觉得 再面对一个 ongoing持续的疗程 就是为他们打了一支群心针 阳峰又说 会和不同的社区伙伴合作 举办不同活动 支援病人和照顾者 母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近期楼市交投加快 更加有不少的投资者 希望密室单位买入收租 但有分析就认为 楼价短期之内未见气息 建议买家审慎入市 虽然本港楼价持续 在超过七年低位培回 不过楼市切纳之后 有投资者已经加快入市 首持几个单位的杨小姐 就是其中之一 她认为砖头始终相对保值 而且容易管理 希望在密室单位用着收租 政府都全面切纳 我觉得应该都会 在高息的环境下 报入减息周期 所以银行方面 其实它的定存利率 大概三四厘左右 如果报入减息周期 我觉得如果有3.5厘的租金回报 然后再加上楼鱼的升值潜力 我觉得就会值得投资 以世界盘供应较多的不觉为例 代理说在过去一个月 已经有不少投资者查询 参观的两房单位 叫价528万 租金回报大约三来四 普遍受投资者欢迎 北国区这一类单位600楼下 选择不太多 因为早前都消耗了一批单位 当然屋苑和单栋都有 相对来说屋苑比较受欢迎 还有小部分客人会选择单栋楼 600、500楼左右 或者楼下的单位 三百多尺的单位 大致都可以租到4至5元 一般装收的话都很容易租出去 有业界人士说 虽然楼市在过去一个月 成交量有上升 但预计楼价短期内 要继续沉底 最快要到下半年 才有机会出现转机 全面设立之后 整个市场气氛是好了 三月份的交投量飙升了 楼价的跌势叫做喘稳了少少 但不代表可以即时上升 所以我们估计 下次反映到三月份的公布数字 仍然有机会再跌多0.5甚至1% 第二季开始 希望四月份可以做到楼价 是叫做平稳持平 接着去到五月份和六月份 如果市场的气氛维持暢旺的话 希望可以逐步回升 唯一黑天鹅担心的是 政治地缘因素 中美的关系 会不会有什么因素 令到进一步恶化 令到香港都受到牵连 陈凯潮认为 虽然楼市最坏因素已经消财 但全球经济和政局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建议买家量力而为 报线电视记者座欣灵报道 转带国际消息 美国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工作人员 遭到以军凶杂死亡 组织创办人拒绝接受以方或误诈的解释 有专家也认为 以色列的说法难以信服 日前在加沙租乙军凶杂丧生的 美国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 七名援助工作人员当中 三名英国人 一名美加双重国籍公民 一名澳洲和一名波兰人 一共六名外国人员的围体 星期三经拉法口岸送到埃及 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列维就事件自怯 说是误认目标而犯下的一次失误 由武器专家分析车辆損毁情况 说是由高精准无人机发射的导弹造成 认为是意外的说法令人难以相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也分析说 三架租集击的组织车辆当中 前两架在以军设定的人道援助通道上 而两车相距800米 第三架车就在距离第一架车2.4公里的开放区域 显示三架车是分别受集 组织创办人安德烈斯说 乙军是有系统感以组织的车队 逐驾车为目标 说预习的车队长达1.8公里 车辆顶部有明确的组织标志 又强调乙军事前了解组织行动 拒绝接受乙方声称是失误的说法 他又说即使事前没有协调 任何民主国家以及军队都不能以平民 以及人道援助人员为目标 呼吁美国总统拜登采取进一步行动 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立即停火之战 美国防长奥斯丁星期三 和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 敦促乙方采取切实行动 保护在加沙的救援人员 和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 并展开迅速透明的调查 以及公开调查结果 而内塔尼亚湖的政敌 以色列战时内角成员今次 就要求他同意提早两年在9月举行大选 以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无线迪斯记者尋为三个道 泰国一手道轮起火 船上大约100人全部安全 事发在当地上午6点多 乘客随后穿上救生机 部分人跳海逃生 涉事的道轮由Solactanev出发 前往度假胜地归岛 在距离目的地若三海里的时候 然后发生火灾 营运商和政府官员接报后 出动小艇救援 警方说船上有11个船员 以及97个乘客 不拘捕包括外国人 所有人已经安全上岸 部分因为吸入烟雾不息 武当局说引擎机房首先起火 正是调查事故原因 7点半新闻报道完再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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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